宝贝啊 大爷 这里是走廊 咱们进去 早知道 就不让你下个厨余那个废话 老公 喝药了 我扶你起来 三爷 我这绝症治不好了 是我拖累了你 说什么傻话呢 你会好起来的 今天是我们结婚一周年纪念日 等会儿 你还要陪我看日落呢 好 得气如此 夫夫何求 这谁啊 怎么乱发消息啊 明哥 明哥 你轻一点 你要送我 讨厌 还不都是为了你 我哪用天天在那个废物面前装嫌妻啊 你不向着我就算了 还这么欺负 我杀了你们 杀了我 就你这是你 杀了 杀了我 这个贱人 我什么都给你了 你为什么背败我 为什么 你还问 你看了你现在这样 还不知道啊 老公啊 既然你都发现了 那我也不瞒着你 反正你们楚家的 九神与陆丸药风 我已经得到 你已经验证无误 你呢 好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 韩采言 你是个贱人 给我戴绿帽子 骗我祖传秘方 我跟你拼了 不思量你的狗东西 欲文钱布置的垃圾玩意儿 带着他真让我恶心 叫几个小姐 来金朝三一二 不出意外的话 你着急嫖娼的消息 将会是明天心理的头条 从今天开始呢 韩家会宣布跟你断绝关系 祝你好运吧 非 走 我还想着 你会如何接受我的传承 没想到 是如此境遇 你是 老祖 拜承老祖 罢了 时也命你 老夫 先将毕身绝学传授于你 公天员 公天员 鬼谷之都 玄天堂 这些都是今世缺乏 希望你今次接大后 能开窍寻鱼 晴鱼修行 玄无几世 又死无伤 最后 是一点俗 一命叫得你 医管中一门一息 如今 主家境如何 你可以才自说 来改善一下 除家的情欲 多谢老祖 龙祖有百年历史 为龙国专门管尖地下 江湖世界的组织 老夫申请为龙孝 你一集成老夫龙孝之位 效忠龙国 儿孙明白 主帅 龙祖新增一名龙孝 居然是百年前的龙文令觉醒认主 此人擅长医术 弟弟 弟弟你坚持一下 姬爷带你去楚家中医馆 那可是江北市民间最有名气的中医馆了 一定会有办法的 姐 别白费功夫了 团盟都出手无策的 这俩人找我家中医馆 寒度 你会医术 你有办法救我弟弟吗 这小子没有改决 我刚得了老祖传说的方法 你们就是治疗很多的办法 先帮他回房间 我替他施针 这是什么针法 我见都没见过 这是我们楚家祖传的针法 他体内的很多我已经暂时压制 三日之后我再替他施针 我们这几日就在京城酒店 明天晚上来酒店就行 我必得起 医者任心 楚哥哥 你花钱点的特殊服务到了 我会好好伺候你的 下流胚子居然着急 不许动 扫黄 多给我老伯扫点 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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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人渣 阿小姐贤良苏德 他居然着急 扫南 扫南 得了绝症还管不住下半身 狗男人赶紧死 让开 让开 我知道你只是一时糊涂 是我不好 我只顾着工作 忽略了你 我不是一个好亲子 你再快点去死 还在这心心股股挣钱 他拿着钱 在酒店瓢成窝八蛋 把他关心去牢底坐穿 单采言 你给我滚过来 爸 你不来了 我凡家 拿手上清白之家 容不得你这样的脏东西 从今天起 采言与你离婚 凡家与你再无半点关系 不要 我不要跟你离婚 韩采言 你们别演了行吗 我看着恶心 都到了这个时候 你还命万不灵 早知道如此 我就不敢眼睁睁看着采言 嫁给你这种垃圾 你们这群肩负隐妇 别在我面前装了 不 我知道你着急 嫖娼是有苦衷的 我不怪你 不会有人相信你说的话 废物 从此以后 你就是一只 人人喊打的臭虫 将每是没有你的容身之处 自己婚内处给嫖娼 居然害人污蔑小姐 这个狗男人好贱啊 小叔赶紧化学严格 小姐真是打了八辈子血没了 遇到这种垃圾 好了好了 转转一下啊 等等 这个人我们收下了 怎么回事 居然半路杀出了个程咬金 救走的处女 多谢陈帅出手相处 只不过是许首之劳 不过本帅倒是好奇 你身为龙孝 想会被人算计至此 是我是 你到底得罪了什么人 韩家跟李家 他们骗走了 楚家的九神鱼鹿丸的药方 对付这两家 你一人也南地八方 不如跟他们合作 东唐门少主唐秋飞 带着他弟弟唐司聪 抢来江北市求医 三日后 他会在金潮酒店 举办一场会诊宴 我不久前遇到了姐弟人 已经替唐司聪压制了韩渡 没想到楚龙孝 你已经和唐门有了真的关系 不过三日后 会者一案会照旧举办 届时需要你 替龙祖秘密拉拢唐经飞 陈帅放心 我定不如实面 我先为龙孝 当为龙国尽缅薄之力 这张方子可强化人的精度 龙国战事作战 能大幅度降低伤亡 多谢 神魅壮大 连世人帮楚衣你们也查不清楚 一群废物 老四花结药你们有什么用 算了 反正初遇身患绝症 是将死之人 不用管她 唐经飞会检验的邀请痕 这个是我们搭上唐门的绝好机会 我们可得好好表现 姐 我寒度不是姐了吗 你怎么还要举办会者宴 那人太脏了 她的医术我不放心 再说了 又不是她一个人艺术高超 我再给你找个人瞧一下 这里是江北市的晚间新闻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韩家女婿楚宇嫖娼被抓 导致韩氏集团股票下跌 随后韩家家主韩思成 宣布韩采言与楚宇离婚 韩家与楚宇再无瓜葛 男人不自爱 就像烂白菜 废物 你们这对狗男女还来干什么 还看你还能活多久 你们死了我都不会死 是吗 那你可得好好活着呀 万一没撑住一命呜呼的 那可就不好玩了 韩家可真厉害 火头没去民生局都能办下来 我还以为你有神秘人相助 天不怕地不怕呢 楚宇 我对了 忘记告诉你了 你楚家的这款预录完秘方 已经被我韩家注册成商标了 马上就要举行发布会了 说完了 说完了赶紧回 怎么了 生气了 楚宇 过两天堂门有一场会诊宴 到时候会有很多艺术高手到场 要不你现在跪下来求我 说不定我还能念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 带你进去 你这个绝账呢 也好好找人给你治一治 你也好苟延残喘一阵子 大言 你干嘛跟这废物说这么多 他这种垃圾 活着也是浪费空气 根本就不被参加唐门会诊宴 好了 你可别逗他了 万一他一生气绝过去了 那我们找谁说理去 滚 给我滚 滚 楚宇 你可一定得好好活着 好好照顾自己 等着看你楚家的秘方 为我韩家发阳光大 我发誓一定要让你们好看 你怎么来了 难道你弟弟的寒度又发错了 不应该啊 你怎么在这 怎么 还是瓢坏了吗 这是我家开的衣馆 我当然在这 你 是楚政英 那是家伙 再下出 你爸呢 我要找他 我爸半年前回乡下了 这家中医馆由我接手了 就凭你 有医术没医德的臭渣男 呸 晦气 唐靖飞 我没有嫖娼 我是被冤枉的 都上新闻头条 你还有脸表辩 眼前就一定为实吗 懒得理你 干嘛 你还没告诉我 你来楚家中医馆 要干什么呢 当然是为了 我弟弟的寒度而来 不过既然现在 这家中医馆 由你接手 那我看 我也没有必要求疑 你这种渣男 不配来我的贵之业 本至少 这个世界上除了我 没人能治你弟弟的寒度 你在开什么玩笑 你要真这么有名的话 早就在医学界 名声大噪了 还至于靠嫖娼上头条吗 我都说了 我没有嫖娼 我是被冤枉的 那个妓女不是我 你等等等 你不用跟我解释 我会为我弟弟举办会诊宴 到时候医学高手云集 我就不信 除了你 没有人能治我弟弟的寒度 你若不信 敢不敢打赌 好 赌就赌 你若赢了 我嫁给你都成 但你若输了 我要你自费医术 从此不再醒 好 一言为定 会诊院生 我会明样医学界 不只是唐星飞会后悔 韩采言和李扬明这对狗男女 也会遭到报应 感谢各位医学界泰斗 来参加我的会诊宴 经费在此 谢过诸 唐小姐言重了 今日能来参加唐门的会诊宴 是我韩式集团的荣幸 唐小姐 是唐门第一位 能一睹您的爵士容颜 是我们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各位客气 这位便是社帝 他出身自带寒笔 唐门也束手无足 我这才带着他四处寻衣问药 若各位有人能治他的寒笔 那我 会为其办三件事 做唐导火 再随不起 黄桑姐开出的条件相当诱人啊 不仅仅如此 这也是在医学界扬明天下的绝好机会啊 我不是把邀请函撕了吗 想让他拼起来 为了参加会诊 他可真是无所不用契机 初语 你好大胆子 难敢擅闯唐小姐的会诊宴 初语 你怎么来了 我知道你不甘心 但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初语 这不是韩家的那个女婿 小生被抓 还剩了新闻头条 你别瞎说 韩家当天就跟他断绝关系 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啊 今日是第三日 他的谈毒会发作 而他 只有我留置 初语 你少在这里考出狂言 唐小姐你别生气 他就是这样的人 您大概不认识他 我来介绍一下 他 是我的前夫 但人品卑劣 本事低微 之前行医看病 都是借着韩氏的名头 他身患绝症 我念在夫妻情分 想尽办法 尽心尽力地医治他 千方百计地照顾他 没想到 他竟然婚内出轨嫖娼 我不得已才与他离了婚 他与我离婚之后 一直都不甘心 只是没想到 今日会诊宴 他竟然闯了进来 替唐小姐添麻烦了 韩晓妍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像什么 你像个脑残你知道吗 你找死 算了 他时日无多 今日闯进来 恐怕是想为自己求一线生机 毕竟今日 有这么多医学界太斗在场 原来如此 可我并不想为湛男治病 我只想让他快点死 韩晓妍里扬明 你们这对狗男女 少将我面前狗废 别再来恶羞了 行吗 还有 你们这为力是图的东西 一个个人模狗样的 也配给楚家看诊 楚瑜 你不要把我对你的容忍 当作是你的放纵 你拿着被我撕碎的邀请 混进我的会诊宴 现在还大放厥词 肆意捣乱 来人 把他给我赶出去 好大的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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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金飞 你打着唐门的旗号 在外面如此大张旗鼓 还有没有把总部放在眼里 关你什么事 你来做什么 你偷走了爷爷的紫金双生草 我当然是奉总部之一 拿你会经常问罪 我没有偷 只是事态惊喜 没来得及向你报告 就为了这个病 秧子 你打着唐门的旗号 大张旗鼓底办什么狗屁的会诊宴 听说 今天前来之人 都是医学界的高手 我们唐门都看不了的病 我就不信 外面这些三瓜两者 能有办法 你这个弟弟 早就该死 能活到现在 是他命大 也该死 你 你是谁 你这个垃圾 居然连唐闻柔都不认识 他是西唐门的少主 与唐清飞 并成为唐门双叔 我听说西唐门的势力 比东唐门更大 唐门办事 闲杂杂人等 速速离开 都不准走 唐闻柔 此经双生草的事 百日在门 但是今日会诊宴 别想捣乱 将这两人拿下 带回唐门总部 唐清飞 你敢违抗总部的命 杀无赦 弟弟 好宛容 我弟弟要是有个好胆 我要你偿命 你想干什么 不想死吧 就让你的人住手 都住手 你给我吃什么了 想活命的话 就给我老实点 弟弟 你没事吧 撑着点 谁能救救我弟弟 旁门都束手无策 你弟弟等死吧 好宛容 我弟弟要是有个好的 你别想从我这拿到解药 我藏宛容 今日若有个三朝两短 你们在场所有人都比想活命 还不来人给唐思聪看诊 唐小姐放心 全把你弟弟交给我 我的天啊 这可是医学界的泰山北斗鲁大师 想不到鲁大师今天也到场了 我等会儿跟他合照一张 用鲁大师出手 根本不用其他人操心 除了我 没人能救你弟弟 你闭嘴 初遇 你快别说了 就你那天祖传的手法 就别来这儿丢人现眼了 在座的哪一位不比你名气大 赶紧跟鲁大师道歉 夹着尾巴离开这里 后生不是天高地厚 你在一旁好好看着 老夫今日便告诉你 什么叫人外有人 山外有山 大师 我弟弟怎么样了 你弟弟这是绝症啊 阴寒之气 侵袭了五脏六腹 原本活不过十岁 想来 是他们骑着药材 让他蓄名到了现在 老夫恐怕难以医治 还是老夫 最后一事 不可能 这 这 现在知道什么 初遇 你少不要脸了 赵小爷指的明明是鲁大师 先生 我从韩小姐那里 已经得知你身患绝症 哪还有什么能力 给别人医治 就你这种没用的废物 都没资格参加 唐小姐的慧止宴 让唐小姐求你 别开玩笑 我知道你急着 邀功盼上唐门 但你知道得罪了 东唐门 西唐门两位少主的后果吗 你活不久就算了 别拉着我们一起死 看你年纪轻轻 的确不像什么高手 还有谁请来医师 给唐司聪看诊 难怪这人想要出风头 要是能跟唐门盼上关系 以后绝对有 数不尽的荣华富贵 可惜唐门都束手无策 鲁大师也说的没得治 我说了 我可以 你是怕我赢了赌鱼 所以不让我医治 初遇 你疯了吗 鲁大师都说了 治疗成功的几率很妙嘛 你这种废话 哪来得及去说这种话 现在的人为了攀龙赴凤 真是什么话都敢说 还不让我出手救你弟弟吗 好 我说话算话 你来吧 初遇 你住手 你有完没完 让开 现在寒家已经跟你断绝了关系 无论发生了什么 你就想连累到我 现在就是你求我 我都跟你没半点关系 好 算你有自知之明 我倒要看看 等会怎么死 自不量力 藏少爷本就是绝脉 全靠齐真一草虚的命 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 你 莫兰 三十六天高毁纷针 原本就需要后悔大的尊气 可这寒渡经过三天的压制 竟然反噬这么久 现在我这身体 快支撑不住了 我 好 好 厨于 怎么了 没事 我歇会儿 无中完真气 我再继续压制着很多 你 给我休息好了 再配你弟弟继续施针 时针治疗最忌讳中断 你连这点常识都不懂 还敢出来给人看诊 我早就说了 他只会一点祖传医术 在外面招摇撞骗 也罢 上天有好生之德 接下来就有老夫时针 暂时压制唐少爷的病症 好生 你好好看着 往后切磨四处行骗 老头 你尽管施针 到时候别来求我 还让我给你擦屁 初语 你少不要脸了 明明什么都不懂 还偏要打着我脸充胖子 知道我为什么非要跟你离婚吗 因为你总是这个样子 做错了不敢承认 被人瞧不起 卢大师 你不要听他口出狂言 还请卢大师出手相助 救救我弟弟 大师 我弟弟怎么样了 其效果了 看到了没有 除了你 还有其他人能治好我弟弟 你别高兴得太早了 小子 你真是明顽不灵 中医博大精神 没有几十年的残物 岂能随便出来行医 就你这个水平 还不知有多少人被你误诊 刚刚要不是我及时出手续针 唐少爷 恐怕就直接被你害死 我救了你一命 你知道吗 老头 自求都腐败 该不是你要是求我 我还会大发自卫帮忙 你还在嘴硬 老夫行医一辈子 从未误诊过 老少爷 现在的病症 已经开始出现了好短 明明是我七手那几身起了作用 以后面这些针 不但没有作用 还会加重寒毒的反噬 小子 你真是无可救药 魁老夫之前 只是觉得你年轻 无神走入了歧途 一番指导 你可能就会回归正轨 可是明明你什么都不懂 迟到如今 你还不知道悔改 真是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啊 你之前嫖娼出轨 我选择与你离婚 喊诈与你断绝关系 我原本心中还有一丝愧疚 担心你想不开 可现在看到你这副嘴脸 我才发现 当初跟你离婚 是多么正确的选择 韩采言 你还要不要点脸 你们这对肩妇淫妇 做了什么心里没点数吗 初语 你手无命和采言 够了 你们之间的恩怨 我不想管 还请大师继续时针 救救我弟弟 这 这怎么可能 名书如此啊 方少爷的寒毒 老夫无能为力啊 大师求求你 再这样下去 我弟弟会没命的 让开 我休息好了 可以继续时针 老汤 我今天就让你看看 到底是谁的针发器作用 你 拿了老夫的银针 他恐怕就会熬不过去了 老夫虽然不能彻底压制 但好歹能缓解他的痛苦 说病是如此 命是如此 那就是如此 小子 我警告你 休要胡来 别耽误我救人 鲁大师都说了没有办法 你还要拿针乱扎 初遇 你真的是丧心病狂 初遇 为了叛復唐们 你简直龙龙不用七七 好 好 唐经妃 我再最后问你一遍 你弟弟的寒毒到底还要不要治 你来吧 唐小姐 你冷静一点 不可病急乱投医 老夫的银针拔不得 就是啊 鲁大师可是医学太懂 他都说了没有办法 初遇又算什么呀 我说过 你弟弟 只有我能解 还请楚先生出手相助 救救我弟弟 太得不错 好吧 你们都看好了 我这套针 是我们楚家的绝学 三十六天刚回春针 小子 你少说大话 老夫听说 这套上古阵法 早已失传多年 怎么可能还会有人会 唐少爷居然好了 初先生 从今日期 我唐子做的名就是你的 只要你一句话 我必须赴唐导火 万死不辞 初遇 我收到做的 不急唐小姐 我们稍后担量 也不必着急谢我 本来我再试三针 你身上的寒度 就会彻底解除 可是我偏偏被这些人 一直阻满 耽误了本子失真 那怎么办 无妨啊 既然我出手教你 自然不会袖手旁昏 接下来三个小时 你身上的银针不可乱动 你少大眼不惨 明明说鲁大师之前的针法 治好了唐少爷 唐小姐 你千万别被他骗了 他明显是睁着眼睛 说瞎话 我跟他负气一场 我对他太了解不过了 你们唐门之人 应该早也听说过 这三十六天刚回春针 早已失传多年 先不说他年纪轻轻 怎么惜得 况且使用者的针法 需要大量针器 你们做不到 就不允许别人做到了吗 你少在这里大放厥词 你一个身患绝症的人 要是真这么厉害 怎么会把自己治好了 偏偏在这里装神弄鬼 不就是为了攀附唐门 我告诉你 今天有我在 你的阴谋诡计 休想得逞 唐小姐说的没错 初语 你吸引那点小酒酒 在场所有人 都听了亲眼说出来 可是他确实解了 我弟弟的毒 况且 这也不是他第一次 帮我弟弟解寒毒 我知道了 一定是他 除了我韩家的回春丹 唐小姐 你有所不知 回春丹有修复 机体的功效 也是我韩家 即将上市的新品 早在我跟他离婚之前 韩家就一直在 紧锣密鼓地研发 一定是他脱了一些 这才延缓了 唐少爷的寒毒 确实是尚品丹药 来弟弟 来弟 姐 这样好神奇 我蹲下去 就感觉体内有 过脑瘤泛开 跟那天寒毒被解的 感觉差不多 只不过 没有那天的暖瘤 更强烈一些 这就是我回春丹的功效 我就知道 楚宇这个垃圾 根本没有能力进来 所以你们都被他骗了 今天我们所有人 都在场 他根本没有机会 给唐少爷喂药 所以 才装作历劫的样子 无法继续施针 难怪要扒了老夫的银针 老夫帮忙施针 效果延缓 即使你后面不出手 少爷的寒毒 照样可以解了 偏偏你假模假样的 乱扎一通 霸占了鲁大师的功劳 唐小姐 你可千万不要被他骗了 他现在就是走投乌路了 所以才用这种 下三滥的手段 着急攀附唐门 后给他自己 留一线生机 这样毫无依德的人 会听下一者所不耻 楚宇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唐靖飞 你想清楚 你弟弟的寒毒再次发作 我可不会像这次 这么好说话 唐小姐 既然我们寒江的回春 孙丹能解了唐少爷的寒毒 祖大师现在跟我们寒家 也是合作关系 今后 若唐少爷的寒毒再次发作 大可来找我们寒家 我们寒家一定能解寒毒 难怪你和那老头一唱一和 原来你们俩是异乎的 这么积极的抢功劳 是冲着唐清飞开出的挑战吧 不仅能跟唐门搭设关系 还能让唐门给你们宣传回春丹 当真是好算计 就怕你们没这个命花 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龌龊至极 贪得无厌吗 够东姐 还不滚出去 东京飞 你下次再请我出手做女艺 绝不像今天这么说 大言不惭 唐小姐 你千万别信了她的话 你若是能替我解了身上的毒药 我便信你 甚至 还能助你一逼之力 你没中 滚吧 就你这医术 你敢出来丢人献一步 我心情不过是笑不笑不唐门 你会吃了要完别去 真是她解了 你弟弟的寒毒已经解了 现在该来处理我们唐门内部的事 你要给我 我自会回去总部向爷爷附近请 轮不到你了 你敢反抗总部的命令 哪敢 你真是不长脑子 你想让世人都知道 我们唐门内部不合吗 今天我先放过你 下次 你可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康小姐 可否 借一步说话 你怎么还在这 还想在这丢人现眼 你最好回头别来求 否则我一定狠狠大一天 明明是你救了唐四松 现在怎么变成了韩采炎的功劳 而且 唐经飞还带着唐四松 大张旗鼓 铸到了韩家 我不是让你拉拢唐经飞吗 你就是这么拉拢的 你急什么 唐经飞迟早会回头找我 我让你拉拢唐经飞的时候 你也是这么信实淡淡 陈帅 如果不是龙文令认主了 您会相信我吗 不会 对呀 所以唐经飞不相信我 也情有可原啊 即便我向他亮出龙祖的身份 他恐怕也会觉得我是假冒 那接下来 你打算怎么做 要变天了 陈帅等着看戏就好 韩家大张旗鼓的上市回春丹 还拉了唐经飞做法子 回春丹发布会那天 一定会有一场好戏 好 我等你好消息 这是我们韩家 特意为两位少主准备的套房 还请两位少主 以后就在这里休息了 回春丹呢 我们也会每日提供给小少主 以便治疗 还请两位到时候 在韩家回春丹的发布会上 帮忙出席一下 阵阵场子 韩小姐客气了 那两位好好休息 我先告辞了 姐 你真答应了韩家 出席韩家的回春丹发布会啊 明摆着韩家在这次逃门 扩大回春丹的影响力啊 要不然呢 你每天吃的可都是回春丹 这次逃门 你确定是回春丹捡了我的寒毒 不是楚丹的真酒吗 为了以防万一 干脆给楚丹也发一张发布会的邀请函 左右 泥医塑 你居然还有脸出现在这里 那是琼瀋那样子 妈不会是没有邀请凡 偷偷溜进来的吧 还真有可能 对不起采远姐的人渣 出身 就决定她背进了基因 干出什么下流的事都不奇怪 幸好采燕姐跟她离婚了 来明哥 你可要抓点机会 赶紧把采燕姐追到手啊 是我邀请她来的 原来是唐小姐邀请她 不过 你怎么会邀请她 你在质问我 不敢 不敢 即便你不给我邀请韩 韩采燕也会给她 你们不是离婚了吗 回春丹是我们楚家祖传秘方眼神而成 但秘方被韩采燕偷走 她就是让我眼睁睁地看着楚家的秘方 被韩家据为己用 你们楚家的祖传可真不少 唐小姐既然不信我 又何必邀我钱来 算了 多此一句 楚宇 你刚刚跟唐经飞聊什么呢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我看你真是认不清自己的现状 自从你上次在会诊宴上招摇撞骗以后 无论你现在说什么 唐经飞她都不会再信你了 她信的是我 今天呢 就好好睁大眼睛看清楚 你们楚家的秘方 会成为我们韩家的囊中之物 是吗 恭喜啊 忘记告诉你了 今天除了回春丹的发布会 等一下 还会宣布我跟李扬民订婚的消息 恭喜啊 你们这对公狗母狗 是肩夫淫妇终于在一起了 恼羞成怒了是吧 没关系 反正你也活不了多久 我警告你 你最好老老实实待着 别想着搞什么破坏 否则 我不建议早点送你上西天 就凭你 我弄死你 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 原本我还以为你有什么神秘人相助 你会很不一样 现在只能说我看走眼了 垃圾就是垃圾 杨明哥 初语 我知道你很痛苦 我对你呢 也身比较同情 可是你这种人 就是个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 有什么好挣扎的 你放心 门宴会结束以后 我亲自送你下地狱 我亲自送你下地狱 结束你的痛苦 不知道藤红 你们这对狗男女还笑不笑得出来 这款产品口服呢 能够消炎去毒 修复肌肤 做成面膜呢 能够美容养颜 常驻青春 据说之前堂门举办的绘制宴上 就是这回春丹治好了唐思聪的病 他们用着都说好 那肯定是好东西 你别说啊 这面膜效果就是不错 上脸的感觉就很舒服 这日特 我等了好久 没有人能阻止我喊采言的崛起 厨语 你现在一定很气吧 那又走了 你也奈何不了我 采言啊 我们的新产品 好平如潮啊 张太太那边你要格外照顾一下 咱们的新产品许多审批手续能办下来 多亏了他老公 那习惯啊 我怎么感觉脸有点痒啊 我这感觉我也是有点痒 各位太太是不是心理作用啊 啊 啊我的脸我的脸啊 啊我的脸啊 我的脸啊我的脸啊 我的脸啊 你这个你这个小天人我跟着没玩啊 还是这产品有问题 我天天吃 你们韩家的发布会还真是精彩 是你倒的鬼 我们楚家用药讲究阴阳五行 你以为偷走配方就完事吗 不可能 我们研发团队明明测试过千百遍 根本没有问题 这研发团队真是可笑 怎么不宣布你们要订婚的消息了 韩采言的脸毁容了 你就打算不要他了是吗 我 采言 我的脸毁了 没事 楚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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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有办法对不对 你在我们曾经负极一场的份上 你帮帮我 你闭嘴 跟你这种贱人有无一段回忆 简直是我的七尺大辱 楚衣 你想想我们的曾经 虽然 虽然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是有所图的 但我对你是真心的呀 楚衣 楚衣 我爱你 李扬平 他当着你的面说爱我 这你能忍 只要你能解决眼前的危机 你就是当着我的面 把他给绊了 鬼闷着 你们还真是全配呀 楚衣 只要你能帮我治疗在场的这些贵客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是吗 那我要你当众承认你们的回春丹 是偷了我们楚家的秘方 你简直是个大开口 你这个小贱人 都是你毁了我的脸我要你偿命 好 我答应你 只要你能治好他们 那还不去 很抱歉 给各位贵宾带来不好的体验 其实回春丹的颜质 从头至尾都来自楚家的九神玉露丸药方 出于 有办法解决目前的问题 可以了吗 还不够 你们这对肩负淫妇做过的事情 也要全部说出来 你们当初怎么诬陷我 现在就怎么给我洗干净 初衣 你别得多进食 半个小时之内没有解药 他们脸上的疹子就会变成顽固性伤疤 永远都去处处备 说还是不顺 当初初衣没有魂带出轨 是我和李阳明设计的 我跟李阳明早就在一起了 初衣她是无辜的 我跟她在一起是 是为了预露丸的药方 初衣既然是无辜的 那她也太惨了吧 我跟她俩姐姐够搭在一起 真不要脸 谁做的 初衣的米方 比如说韩采燕主 会下诈给初衣这个丑草 可以了吗 比起我受的屈辱 你们这点要算得了什么 你还要我怎样 初衣 对不起 我求求你 帮帮我吧 求人的态度还不错 勉强可以接受 这是解药 冲水 每人一杯 十分钟见笑 韩采燕 下次你在求我的时候 可就不会像现在这么近 你这次危机过了 我一定要将你千刀万贯 果然是她的针灸 治疗了死从的韩毒 姐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是她治了我的韩毒 韩采燕也太心不忍了 弟弟 先前我误会了厨语 若是你韩毒再发错可怎么办 姐 你别担心 我现在不好好的 弟弟 弟弟 姐 你可真是 乌鸦村 楚先生 请你救救我弟弟 唐小姐 今天是韩家回春单发布会 想必现场有很多回春单 给你弟弟吃 卢大师也在现场 让他给你弟弟春秋也行 你 你何必要直满羞辱我姐 这件是我们不对 陆先生 也 不知你深藏绝技 我跟你道歉 姐 我明该如此 不至于吧 免得让你 受人欺辱 你说什么胡话 楚先生 之前是我有眼无助 我向你道歉 请你救救我弟弟 来 来 唐小姐 唐小姐此举怕是要折我的兽 你是金枝玉叶 他不过是人尽可泣的烂物 他跪下求我 天经地义 而你西下则有前进 我不敢受 楚先生说得对 我比不得唐小姐 算你有点自知之明 找个安静的地方 我给你弟弟时针 压制寒冬 啊 啊 明哥 出于今日带来的羞辱 我绝不会先罢甘休 冯夕 我已经安排了舞蹈上的高手 他绝对不会有命活着离开这里 我的零 我给你 好吧 我也不养了 我也不养了 我也是 我也是 你喝什么呀 像我的 实在抱歉给各位带来了麻烦 我们的产品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这一切 都是楚瑜搞的鬼 他不甘心与我离婚 所以才故意来捣乱 刚刚那句话也是他逼我说的 如果我不照做他就不给解药 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 楚瑜这种底层垃圾 他光脚不画穿鞋的 竟然把采颜 当众逼他跟他下跪 采颜 是为了给各位贵宾拿到解药 这才人物负重的 那个 韩小姐 刚才是我冲动了 抓上了你的脸啊 那个医疗费 我全包了 张太太的脸没事就好 我的脸 回头做点医美修复就好了 还请各位记者朋友手下留情 不要随意报道 不要随意报道 给我点面子 韩小姐果然有记录 被抓伤了还能不计较 我绝对不会乱报道啊 你放心 不过言归正传 韩式的新产品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刚刚我已经说过了 我们的产品没有任何问题 这一切都是出于搞的鬼 故意破坏回程单的发布会 后续我们的产品会全面检测 一遍再上市 请各位放心 虽然但是 我也不敢再用了 真把脸毁了 岂不是得不偿失 我也不敢再用了 刚刚那一下 那我有心理阴语 人家韩小姐不都是解释清楚了吗 你们怕什么 为什么用你自己用 反正我不敢再用 出于这个贱人 毁了我还是回程单的发布会 我这不该心思熟人 有他活到现在 初音乐 你没事吧 你弟弟的寒毒 比我第一次给他治疗的时候好了很多 下一次寒毒再发作 应该是在三个月以后 到时候再为他施针 就能彻底拔除 我消耗了太多体力 初先生 你救了我弟弟 大恩不敢忘 这卡里有五千万 请您务必收下 至于会诊宴上的承诺 我会为你办三件事 我也会信守承诺 初语 只要你能用得到我的地方 只要我能做到 赴汤蹈火 在所不惜 至于之前的赌约 也作数 只要你愿意 明天我们就去明证局 把证领了 唐小姐 其实我是二婚 家庆也不是很好 你真的不嫌弃我愿意跟我结婚 我唐经费一言九鼎 愿赌就会服输 还是你觉得我配不上你 不不不 唐小姐 是我高攀的你 语歌 妄自菲薄了啊 你这一手医术出神肉化 还有什么自行车 明天我轻着送你俩去明证局领证 别说了 无论如何 唐经非都比韩采阳 好像千万倍 她不服我 我必不服情 唐小姐 我还有点事要跟你说 什么 你这 闭嘴 你迟到去 楚先生在吗 韩小姐有请 感谢您现在出手相助 小心 此人来者不善 身上有杀器 可能是武道众人 我这就随你前去 楚女小心 韩采阳胆子不小啊 竟然敢派人来刺杀我 唐小姐 韩小姐要见楚语 还行 楚语现在是我唐经非的人 想为难她 也要看我答不答应 还居然派三品宗室来刷 真是太过分了 今天是韩家回春丹的发布会 韩采阎在我手里吃了这么大的灰 以她的性子 恨不得将我随时万断 你放心 有我在 没人伤得了你 小姐 失手了 唐经非护着楚语 杀了我们派过去的三品宗室 唐经非 凭什么护着楚语这个废物 这些日子来 我还在延待他们姐弟俩 还不够好吗 他居然临阵倒戈 小姐 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 楚语在东堂门的保护下 你就离开了酒店 快 现在楚语搭上了桃门 即便韩丽两家联手 也不敢与桃门硬不硬 但都让我就这样咽下这口气吗 我不甘心 唐小姐 唐经非小姐已经从我这里离开了 唐经老婆 我韩家愿意为宁孝全马之劳 算你识相 寄我盯住唐经非的行踪 就这么凌晨了 我们就这样结婚了 是啊 我也没想到 我可能跟做梦一样 对了 我暂时不想公开我们的婚讯 你什么意思 我和你差距太大 若是现在公开 会导致你招人非议 我想等我强大一点 能与你并肩而战时 到时候再向神人宣布我们的婚序 好 我听你的 菲儿 我带你去见陈帅 有些事你们当面来办 会更好的 你小子真可以 我让你拉拢唐经非 没让你直接把她娶回家 陈帅 能够加入龙族 是无上荣耀 只是 唐小姐无需担心 我知道 东唐门在唐门内的势力最弱 但你 金国不让须眉 我相信你的为人 陈帅 你早就订上了经非 想要拉拢她 到底是为什么 难道你小子 还怕我看你媳妇不成 你可听说过圣火教 圣火教 是江湖禁忌 已经消失了百年 是的 他们一直 都有死灰复燃的迹象 百年前 圣火教围攻唐门 失败后从龙国撤离 实际上选择了蒙古 始终都想要卷土重来 原来你拉拢唐门 是为了对付圣火教 此事非同小可 我得回东唐门一趟 菲儿 我陪你一起去 正好先前岳父岳母 嗯 知道怕了 不再反抗 老老实实跟我回总部受审的 你还把这个小白脸带上一起回去 莫非你看上了他 我回总部是去东唐门借我父母 跟你有何关系 况且 就算我看上厨余了 你有意见 这个小白脸 长得确实不错 不过 他只是股无权无视的底层垃圾 连韩采颜都不要的二婚男人 你居然看上了 你可真是贱哪 简直丢尽我们唐门的脸 杭婉柔 你闭嘴 你这样的底层垃圾 别想攀附上我唐门 你 你打又打不过我们家经费 还非要最贱 真是好 你找死 你敢动厨余一下试试 走着瞧 等回了总部 我要你好看 你确定要跟我回唐门吗 刚刚那种羞辱 恐怕还会发生 没事 你会护着我的 对吧 当然 莉儿 这是你带回来的男朋友 我可不同意你俩在一起 也不知道哪个 这家嘎啦蹦出来的屌丝 赖喊想吃天鹅肉 我们家飞儿 可是要叫给北梁王 叫李杨辉的 妈 你胡说什么呢 姐都就对李杨辉八百次了 再说 我身上的寒毒 都是姐夫治疗的 而且姐夫跟我姐都李 妈 反正我这辈子 只认处于一人 飞儿 回来 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 听说你带回一个男人 原来是你啊 在江北变成了地下里的老鼠 人人喊打 怎么没有容身之处了 就缠着飞儿不放 还真是愿家路窄啊 你弟弟李杨明抢走了韩采颜 你现在又要跟我来抢飞儿了是吧 不不不 不是抢 跟我比 不配 飞儿当然会选我 伯父 伯母 这是价值百万的奇男 这是千年难得一遇的野山深 这是我特意为飞儿挑选的 出自世界明家之手的 真正是送给我的 真的 你还要不要脸 给我滚出去 妈 那 那 那 杨慧啊 你对飞儿的一片心意 我们都知道 这是飞儿已经有了男朋友 我们 也不好过度地干涉呀 伯父 婚姻大事 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 他一个穷小子 比得上我李家吗 况且 我知道你们东堂门现在急需一笔资金助力 如果飞儿能够跟我在一起的话 我可以帮助东堂门解决这次麻烦 爸 家里出什么事了 你们 到底买了我什么 东堂门的盈利 一直不下 这个季度 已经出现了赤字 和凤凰银行贷款了十个亿 还没贷下来 凤凰银行 老祖给我的时候 好像上面写的就是凤凰银行的 要不 我可以试试 说不定就能贷下来 你说什么大话 凤凰银行可有百年历史了 接待的客户都是上流世家的名门望族 你一个连礼物都送不起在底层 怕是连凤凰银行的大门都进不去 你别说了 伯父 只要你把飞儿嫁给我 我保证 凤凰银行的十一贷款 可以贷给东堂门 我要是能让凤凰银行把东堂门贷款批下来 你 以后不允许再周舍费用 好大的口气 凤凰银行贷款十个亿给东方的东堂门 就算我李杨辉出面 也要拿李家的资产做抵押 你一个社会抵藏的垃圾 凭什么 就是 你以为凤凤凰银行是什么按摩口都能进去的 老唐啊 东堂门贷款这事还得靠李公子解决 朱宇 凤凰银行的事 你的确帮不上忙 嘿 我可不要这么没用的男人做我的女婿 宇哥 我承认你的医术确实很厉害 但贷款这事你还是别插嘴了 我知道你是好医 但是你能不能别添乱了 敢不敢打赌 你不配 别说我不给你机会 谁要是能让凤凰银行贷款给东堂门 谁就能跟菲尔在一起 楚瑜你疯了 你要是真输了 那我岂不是要跟李杨辉在一起 楚瑜我可是你老婆 菲尔你放心 我不会输 我真是不明白了 你说我带着菲尔来凤凰银行谈贷款 你跟着来算咋回事啊 我来看看你怎么跟凤凰银行谈贷款 也对 像你这种社会底层的垃圾呢 也很少见到这种大场面 菲尔 咱们就当带他来见见世面 楚瑜 你还是先回去吧 贷款这事 你真帮不上什么忙 连你也不信我是吧 我只是担心你啊 赵主任 你好 我是北梁郎将李杨辉 也是李家大少爷 这位是东堂门少主 唐经飞 这个东堂门的十一贷款 还得请您帮帮忙啊 是啊 还麻烦您通融一下 贷款 无事不批 无事不批 主要是东堂门的实际情况 满足不了凤凰银行的贷款要求 他叫 唐经飞 不愧是堂门第一美女 百门不如一见 其实这个贷款啊 想必也简单 只要你 赔我一晚 别说是十亿 二十亿 臭娘们 您都给打我 行一行 菲儿她不懂事 您别跟她一般见识 菲儿 赶紧给赵主任道歉 道歉 道什么歉 这种好东西 给她一巴掌算轻的 我的女人你也敢动 初遇 年轻人不叫乌特 他不敢提我 来人 他都不是故意的 你怎么疯了 你知道你打的是谁吗 我打他怎么了 他欺望菲儿 你也能眼睁睁地看着 你还是个男人吗 真他妈窝的 你懂个屁啊 你就是个穷鳖三 你光脚不霸穿鞋的 你倒是无所谓了 你知道吗 我们这些大家大业的 全都靠着凤凰银行 在这支持呢 支持个屁啊 支持 我跟你们说 今天 东唐门的贷款 一辈子过不去 过不去 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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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遇 是吗 初遇 他今天谁给谁道歉 出去别把声闹大 你先走 这事我来出 走 走 你现在不走 等一会儿保安来了 你想走都走不了 跟我走 初遇 说 他们东唐门的贷款 你给不给拼 不拼 给不给 不拼 给不给 给不给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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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你什么 得批了啊 别批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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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小匹子 呸 这么砸我 我弄死你 还批的也困 批的一个屁油 废 来人 人呢 刚才几个人呢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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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啊 我叫你们干什么 有的记住了 以后 懂他们 不对 是所有他们 再给我拿去黑命蛋 听到了吗 是 快 初遇 你这个废物可算出现了 跟着一起去凤凰银行 见过菲尔遇到危险 你先跑了 李明辉 你个缩头乌龟 你快离菲尔远点 你说什么呢 要不是李公子 把菲尔带回来 还不知道事情 会变成什么样子 妈 您误会了 初遇也有帮忙的 他能帮什么忙 就他这种 没权没势的底层垃圾 他不是帮到吗 敢动手打赵主任 简直活腻歪了 阿姨 这件事情呢 交给我来处理 你们呀 也别为难他 李杨辉 你才要不要点脸吧 要不是我拦着 你能带菲尔先回来吗 厨宇 我知道 你呢 也是为了在唐家面前表现自己 好得到唐叔叔和阿姨的认可 但是 赵主任那边的货 确实是你 现在 现在就当是我闯 我来处理 知道吧 是李杨辉 你怎么有脸说出这种话呢 朱宇 到底是谁不要脸 你闯的祸 还把飞而置于危险不顾 要不是李公子 还不知道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子 你有什么能力去招惹凤凰银行的人呢 可笑至极 妈 这事不能全怪厨宇 他也是为了我 才有点冲动而已 李杨辉 谢谢你 今天这事 就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厨宇这边 能不能麻烦你说点好话 李杨夕 这些厨宇啊 要不是他突然抽风去打赵主任 可能我跟赵主任贷款已经 你谈贷款的方式 就是让飞而去陪赵主任是吗 胡说八道 我那是缓兵之计 先哄住赵主任 为的是让他批贷款 你呢 你倒 直接惹祸声势 就是 有李公子在 赵主任不看僧面看佛面 怎么可能真的欺负飞而啊 是啊 厨宇 我也不会让自己受欺负的 到头来都成了我的错 厨宇你够了 你自己没本事就少逞强 飞而啊 你好好考虑考虑 李公子跟你才是良配 像他这种垃圾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好你个唐静飞 瞧你干的好事 你把赵主任给打了 现在赵主任把整个唐门 都列入了黑名单 连我们西唐门的贷款 都直接被卡了 怎么会这样 你等着总部的人 亲自过来拿你回星唐问罪吧 华柔 这是不至于京东总部吧 现在整个唐门的贷款 都被凤凰银行去之门外了 还不至于吗 他偷盗紫金双生草 我奉命前去江北捉拿他 他抗命不从 我也一兵上报给了总部 恕罪并罚 刑堂的宋长老 很快就会过来 唐经费 您好自为之 等天豪回来 我们全家好好商量商量 该怎么办 宛柔 你也到时候跟总部说说情 都是唐门一家人 何必闹成这样 宋长老铁面无私 我说什么情 至于唐伯父 他已经去给赵主任 赔礼道歉了 赵主任点明了 要唐经费登门赔罪 不然 我亲自过来这一趟干什么 这可怎么办呢 哦 李公子 你能不能帮忙说说情啊 啊 阿姨 现在赵主任正在起头上 即使是我出面 也恐怕 起不了多大用啊 刚才不还牛逼哄哄的吗 怎么 让你出面 怂了 都怪你 你就是个扫把星 闯那么大的祸 自从你来到东堂门 就没有好事 原来是你这个臭小子闯的祸 瞧瞧你找的男人 是个什么垃圾 可真贱 你闭嘴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飞儿 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这件事情交给我 我来处理 够了 厨语 你还嫌你闯的货不够大吗 你来处理 你能怎么处理 这可不是给人针灸看病这么简单 飞儿 你相信我 我真能处理 厨语 我知道你想帮忙 但真的不需要 你听我的 你就在这好好待着 别给我添了 我一个人去找赵主任 去给他赔礼道歉 我爸呢 你爸在外面跪着求我原谅 赵主任 之前是我不对 您大人有大量 就我原谅也不是不可以啊 当着我的面 把这件衣服穿上 老子就原谅你 一定要这样吗 你别敬酒 不知吃法酒啊 穿上衣服 把老子伺候舒服 否则的话 整个他们 都跟着一己遭殃 这不合适吧 合适 你说你腹白 梦没前途后瞧的 有什么不合适啊 赵主任 其他事我们都可以商量 但唯独这点事 不行 有什么不行的 我们让那小别三 在旁边看着是他 已经人生一切 有什么不行的 反了你了 来人 把他丢了 那个老东西给我带上来 爸你怎么了 你对我爸做了什么 没做什么 他求我原谅 我就满足他 打动了他双腿 赵丽诚 女子 想好了 要么从路 要么让你爹成残粉 我杀了你 少我容易 但你们他们要破产 都跟着你陪葬 来吧 换上 不 思愿 哈哈哈哈 初遇 我不是让你在家等着吗 你来干嘛快跑 哈哈 我是个文人 这这这这这这 这是他 哈哈哈哈 好 王八战 哎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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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跟你说 外面全都是我的人 你们俩现在赶快给我磕头道歉赔礼 要不然我就 前行长知道 楚瑜 你快离开这 离开唐门 回到江北市去 好 今天这个电话我让他打 楚瑜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凤凰银行 连整个唐门都得罪不起 打 固执天高地厚的小子 有着死无造神之地 什么 有人在你办公室打你 谁他妈这么大的胆子 敢在太岁头上动吐 我这就带人过去 看看到底谁这么囧张 在凤凰银行闹事 胆子倒不行 我先去瞧瞧 老帅 您怎么来了 郭宇前行长正在洽谈北梁金部的费力 听说有人在凤凰银行闹事便过来看看 原来是你 不是我 是他 是我闹事又怎样 哪来的小白脸 口气倒是狂妄 龙帅 他就是穷鳖三 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有失身份啊 这位 是我朋友 你看 你能不能帮我收拾情 那个 唐小姐 可以网开一遍 这个小白脸你严惩 王八蛋你 放吧 过来 倒是嘴硬 本帅都要看看 你如何应付 我看谁敢在凤凰银行闹事 怎么知道 秦行长 这百年来的租金呢 我粗略的算了一下 应该也有胜意了 您是打算什么时候交 刷卡还是现金 或者我给收回这块地 楚先生 咱有事好商量 您看这样行吗 凤凰银行 您占百分之十的股份 我要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从今往后 凤凰银行 我说了算 这太多了吧 前行长放心 此事我不会悬崖出去 老板 事情是这样的 东堂门贷款十个亿 但是 他们现在入不复出 所以呢 我就没有批 没成想 这个小憋子 以此为由 老板不是投卧 狗东西 你惹谁不好 非要惹他 秦行长 不是这样的 是赵主人 故意不给东堂门放弹 还想对我图谋误鬼 楚瑜 不得雨才出手的 放屁 老子刚把楚先生 照顾好 回头他一翻脸 伤回地皮 老子走谁去 这个楚祸 连楚先生的女人 都敢认识 这是个害死老子 哼 完了 完了 现在别说你东堂门 就是整个堂门 都得跟着遭殃 楚瑜 你有本事 你真厉害 本来是件小事 现在让你闹这么大 秦行长 打人是我不对 但也是赵主任 图谋不轨在先 你能不能网开一面 放过我 你不是狂妄得很吗 现在怎么装缩头乌龟 不说话了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赶紧磕头道歉 听到了吗 叫我磕头 为下道歉 拜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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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让你来当主任 是让你给老子赚钱的 不是让你仗着凤凰银河的名号 四处作为作风 老大老大 你打错人了吧 是我欺负人的是我呀 你这个废物 让你欺负人的狗东西 一会凤凰银河的名声 老子让你丢着唐小姐 让你来有职权 让你又引不去泰山 唐小姐 不好意思 我朋友家长也大的 二儿 住前一两个老鼠室 冒犯了你 我先把秦亦 不不不 秦行长 您太客气了 对了 东唐门贷款的事 我这就审必通过 明天就放点出去 您看行吗 好 好 谢谢前行长 你真好 像这种垃圾 前行长打算怎么出来 当然是藏后凤凰银行 开除 拉入黑名单 以后休息了 再一类入职 钱不凡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 出于这么有恃无恐 难不成 跟钱不凡之间有什么关系 飞儿 你这次 可给东唐门解决了大难题啊 那又怎么样 让飞儿跟这个小白脸在一起 简直就是猪拱了好白菜 好了 你别说了 这是飞儿自己的选择 只不过 凤凰银行一向蛮横 钱不烦 怎么突然转了性子了 我早就说了我能解决 你们不谢 我有什么办法 你少在这说大话 你能解决什么 肯定是李公子解决了 那是自然 我可是北梁龙帅 玉交龙麾下的狼将 钱行长看在龙帅的面子上 自然也会给我几尊博命 否则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厨宇 你他妈什么意思 飞儿当时也在这 是我穷龙帅 让他说说情 钱行长这才网他一命 难不成你以为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你一个穷憋色 你有面子吗 就是 就你这闯祸的能力 飞儿跟着你 迟早连累我们全家一起出事 原来是因为龙帅 等会儿我登门拜访 向龙帅致谢 飞儿 我陪你一起去 听话连女人什么 问你你面龙帅 怎么功劳就变成 他认着干嘛 还不赶紧跟上 行了 喂 你们回去堂门有段时间了 圣火教的事有眉目了吗 算是还没有 对了 北梁军什么来头 北梁军的人动不得 不过你有事可以找玉角龙 他也是龙族的人 嗯 好 我知道 玉角龙 正好我要去会会 我打电话问着飞海 他们在这边 怎么没看到人啊 先前一到江北时 没能将他抓回来 此次我奉了唐楼太之命 亲自到东堂门捉拿唐经飞 东堂门这边沆瀣一气 恐怕不会轻易送口 让您带走唐经飞 这东堂 胆子也太大了吧 要翻天吧 我倒要看看 谁敢 唐门总部的人想要带走飞儿 也得看我同不同意 这位先生 需要帮忙吗 麻烦你带我去包厢四零吧 这边请 嗯 喂 飞儿 啊 我已经到了包厢了 你们还没有到吗 我们在路上 你先点菜吧 哦 呼员啊 先生 你有什么吩咐 嗯 菜给我加点菜 先生 我们这儿的招牌菜 是秘制烧厨鸡 你要点吗 原来你们这儿还有这种服务啊 我们这儿 也不是谁都服务的 主要是您长得帅 愿意跟您春宵一度 小子 这女服务员啊 本大爷看上 你 滚开 先生 你喝多了 这不是你的抱歉 我告诉你小子 又不是好歹 你妞 今天我要定了 嗯 哎 你喝多了 请自撞 啊 啊 婊子 给你脸了是吧 啊 我告诉你 知道我是谁吗 你没看见人家不愿意吗 臭小子 你谁啊你 别动我闲事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爹可是游天佑 男时才惹地下之火 老子管你爹是谁 你在我面前仗势欺人就不行 先生 你冷静一点 竹田又是这边的土皇町 我们饭店还得给他们叫保护费 竹先生抱歉 您大人有大量 哈哈哈哈 哎 好说 天天 你只要把本大爷我刺不舒服 我就原谅你 小别三你呢 你跪 给我磕桑桑桑桑 哈 竹田 我就放过你 竹先生 您消消气 来我们这家饭店的都是凤凰城有头有脸的任务 这位先生想必身份也不低 要不您算了 今天我好好陪陪你 他什么身份啊 你亮出来 让我看开眼 什么情况呀 敢来我的饭店闹事 宛容 你来了 可不是我先在你地盘闹事的啊 是 就这小白脸 祖蓝我带扶人走 原来是你 怎么 仗着是唐经飞的男人 就在外面耀武扬威吗 还敢在我的地盘搞事 不知死活 唐宛容 你进来都不问问事情先过了吗 子龙 你这儿打工还得卖身呢 他这自愿呢 我有强迫你吗 放心 来回本少爷会好好宠你的 事情还不够清楚吗 朱少打算怎么处理 跪下 给我磕三个枪头 然后 爬着 这事嘛 就算了 那就按照朱少的意思了 你在我的饭店宝室 我也可以既往复修 这就是你处理事情的方式 怎么 你有意见 你算什么东西 今天唐经飞不在 我看谁能就意 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你他妈怎么跟我说话 他可是吸他们的寿主 连我都要给他几分面子 你又算什么东西 唐宛容 是你非要跳出来拉偏价 针对我 那你也别怪我 我给你面子 好啊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不给我唐宛容面子 像你这种城市不足败事有余的小白脸 也就唐经飞看得上来 来人 给我把他绑起来 带到地下室好好收拾 等一下 龙帅 你怎么来了 唐小姐给我个面子 放他一口 您跟他认识 陈官特意打电话过来 是我关照的 我自然不能让他收起 有过一面之缘 就有托我关照他仅此一次 行 厨语 看在龙帅的面子上 我不跟你记紧 如上 今天这事就算了吧 好 今天看在龙帅的面子上 我就放了 但是我告诉你 你今后 别让我再见着你 你这种没本事 又爱说大话的臭男人 也就唐经飞那个蠢货看得上 还不走 留下来刺悟他吗 是 是 唐经飞和李杨辉向我道歉 你为何不来 凤凰银行的事情他俩不知情 把功劳都归就于你 到底怎么回事 别人不知道 你还能不知道吗 所以你和钱不凡到底什么关系 我是钱不凡的老板 胡说八道 你看 说了你又不信你又要问 殊不知 这陈国安怎么收了你这种满嘴胡言的人做龙帅 我也不知道 你这样的人怎么能加入我们 放肆 我比陈国安还要高一些 你胆敢对我不敬 龙帅 请你手下留情 我替他向您道歉 您大人有大量 不要生气了 厨余 跟他倒什么气 哎 厨余 你是不把你自己当人物了 刚才是龙帅手下留情 要不然你早一命呜呼了 用得着你在这口诛 可你计较倒是我自降身份了 你别仗着有唐晶飞的保护 就不把所有人放在眼里 唐门不算什么唐宛柔就算 刚刚那个朱顺水 他爹是南十三省的地下之皇 我都要给两分面 你什么时候得罪了朱顺水 你没来之前 南十三省地下之皇要怎么样 迟早一天会给我取代的 什么 你得讲笑话嘛 笑掉大牙了都 南十三省的地下之皇 就凭你 简直天方夜谭呢 有志向是好事 但这种大话还是别在人前说 要不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你给我闭嘴行吗 娄帅 这是请你了答谢宴 感谢您在凤凰银行的帮忙 虽然不用你帮忙 我也能解决之前 唐宛柔和朱顺水的黑雕 不过 还是成了你的情 你身体有药 相信 我可以放进去 你说什么 我有通天眼 没有什么事我看不到 况且你刚刚要杀我的时候 我顺手搭了你的脉 我心口有药 不可能有人知道 他怎么发现 龙帅 您怎么了 楚瑜 你想干什么 让龙帅动怒 你不想活了 好了 楚瑜 你有点意思 龙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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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的好事 你知道我和妃儿费了多大的劲 想把龙帅请到这吃饭的吗 就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 龙帅 龙帅 点了一桌子菜不吃浪费了 你还有脸痴 你把龙帅都给得罪了 威儿 你放心吧 他回头还会来求我的 我看在你替我弟弟治好寒毒的分子 我跟你结了婚 我对你忍了又忍 我对你忍了又忍 但我现在实在忍无可忍了 你说说 你跟我回来东唐门惹了多少事 我迟早被你害死 你干嘛 突然发这么淡火 我实在跟你说不通 唐门总部派人来抓你 真被你说中了 宋长老来我家抓我 我爹让我赶紧跑 你打算怎么做的 或是我闯的 要刷要管我都不怕 但我不能让我父母替我受罚 你赶紧跑离开这儿 我被抓走了 没人保护你了 夫妻本是统领娘 我当然陪你一起了 不是让你赶紧走吗 你回来干什么 我闯的祸 我来承担 姐拿了紫禁双生草 是为了给我支了寒毒 我跟谁一起承担 你们能承担什么 我好歹是东唐门的门主 总部不能拿我怎么样 飞儿啊 妈妈一直撮合你跟李公子 也是指望李家那边护着你 总部看在李家的份上 会对你网开一面 结果你偏偏看上这个 不争气的小白脸 其实 我跟飞儿已经领证了 接下来的事情 由我们共同面对 爸 妈 司祖 把飞儿交给我 你们就放心好了 我不会让飞儿输的 你们领证了 嗯 我们领证了 是夫妻 厨余不想公开 怕被说是攀附堂门 算你有自知之明 妈 我的寒毒是姐夫给解的 我的命都是她救回来的 你就不能对她态度好点 好小子 飞儿没看错人 你赶紧带飞儿走 好好过你俩的小日子 我会陪着飞儿去总部 也不会让她受罚的 相信我 可是 你忘了我吃龙啸 还有圣火教的事 我们也得去一趟祖门 可你不是武当中人 去了也是送死 我自己去吧 我可不能让你一个人设险 爸 妈 我跟飞儿已经商量好了 我俩一起去总部 今天带唐经飞回总部 唐伯父 昨天你说唐经飞不在家 难不成 今日又不在 莫不是她畏罪前逃了吧 唐经浩 你的女儿唐经飞 先前抵抗唐宛柔的捉握 现在你要违抗总部的命令 协助你唐经飞前逃 你们东唐门是要反天的 来人 把唐经浩夫妇带走 是 慢着 谁说我跑了 宋长老 此事与我父母无关 我随你们回总部 唐经飞 我还以为你不敢露面 带走 慢着 飞儿答应给你回总部 可不是当犯人给你积押 你是谁 喂宋长老 她是唐经飞的聘头 唐经飞任由她挡着唐门的喜好 在外面惹事生虎 是 连手工纱都没有 唐经飞 你可真是不要力 唐门女子 婚前禁止跟男人鬼混 唐经飞 你最佳一本 她是我老婆 你们唐门还要还我们夫妻之事吗 你 把她一起带走 唐经飞 唐经飞 你可知罪 不知孙女所犯何罪 让你如此生气 死到临头了 还在狡辩 婚容 你说 启禀奶奶 唐经飞偷盗紫荆双生草 为她弟弟治疗寒毒 我奉命前去捉拿 她抗命不从 甚至还利用唐门的名声 为她弟弟举办了会诊宴 厨宇在江北市 与韩李两家结仇 而厨宇不知用什么手段 治好了唐思聪的寒毒 于是唐经飞为了厨宇 不惜与韩李两家对抗 她甚至不惜下嫁给这个二婚的低贱男人 若不是李家大公子李杨辉 对唐经飞倾心 李家绝不会上罢甘休 此人跟着唐经飞回来以后 到处惹是生非 不仅得罪了凤凰银行 还牵连我西塘门 至今都在凤凰银行的黑名单之列 是我不意让陈沐河没把西塘门放出来黑名单 不仅如此 她还得罪了南十三省地下之皇的少主 多顺水 宋长老 唐经飞夫妇所犯之事 该如何处罚 奶奶 不关厨宇的事 我甘愿受罚 还请不要责罚厨宇 她并非唐门之人 放肆 你俩既已成婚 便是唐门之人犯下种种罪行 不责罚 难以负重 唐经飞 恕罪并罚 按照唐门规矩 先穿琵琶骨 废弃武功 在祖座灵前 仗则武时 剥夺她手中的财产 以及东唐门的骨权 逐出唐门 至于属语 在唐经飞的纵容下 拿着唐门的旗号 四处败坏唐门名声 树敌无数 仗则一百 从此 不准踏进唐门半步 稍后发布公告 此人 与唐门毫无关系 上 何必如此 要抓便抓 送入行唐受罚 奶奶 我去抓唐经飞的时候 可没少被她欺负 穿她的琵琶骨 还是由我来吧 唐经飞 其实原本 你也不用罚得这么重的 要怪 就怪这个小白脸 连累了你 谁偷袭我 龙祖将领 陈国安 陈国安先生大驾光临 唐门上上下下有失愿赢啊 还望请您千万别怪罪 我哪敢怪罪你啊 你唐门私下扣我龙祖人 还要废了他 好大的威风 陈先生说笑了 我们唐门一向奉公守法 你们龙祖的江湖规矩 我们一向遵守 哪敢扣你们龙祖的人 楚宇为我龙祖成员 头衔龙孝 唐经飞为他妻子替我龙祖人办事 和我聘为龙祖成员 先前陈帅只是让我帮龙祖办事 并没让我加入龙祖 我们来总部之前啊 我给陈国安打的电话 又给了他几个药方 再加上他要检查圣火教的事 需要我俩帮忙 就同意了 你怎么不早说啊 你不知道能够加入龙祖 是多少人江湖的梦想 我说了你又不信我 总觉得我在天乱 我哪有 我只是担心你 难怪这两人不反抗 总算是有后事 唐赛娥 你唐门私自扣押我龙祖人 这件事必须给我个交代 否则 在三年一度的江湖选拔中 将无法合格 这怎么可以 龙祖不承认唐门 那唐门就成了不合法的江湖组织 陈帅息怒 这是个误 姐 我也是奉命行事 你别怪罪哈 唐宛柔 如果哪天我们对西唐门奉命行事的话 希望你也能理解 你光报私承 没办法 谁让我现在是龙祖成员 初语 你的药方很有价值 以后希望你多研究研究此药方 以后的事回头跟你说 既然唐门有事要办 我也不必多留 资料收好 告辞 不知您现在是否还要给我和菲儿定罪啊 宋长老 此事是误会 刑唐给两人的罪名 就撤了吧 好的 菲儿 你成了龙祖成员 是我们唐门的骄傲 不过 你身为唐门的人 你就要遵守唐门的规矩 别的不说 就你偷盗紫荆双生草一事 不可接过 还得重新审判唐经妃 这个老前婆啊 就没打算放过菲儿 是 紫荆双生草 为本门圣养 世间 仅此一枚 唐经妃必须赔偿 宋长老说的急事 这样彰显我们唐门的法度 菲儿 这是刑唐网开一面了 希望你能够理解 不知奶奶要我如何赔偿 菲儿 不是奶奶非要责罚你 这株圣药是为你爷爷准备的 他练功走火入魔 十年了 这株神草 是为他醒来做的准备啊 杭经妃此举简直不孝 没赶他出唐门 只要他赔偿 已经很便宜他了 老太爷要是知道 怕是会打死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 我不是故意的 我没想到会是这样 这株紫荆双生草是我养了十年 侥幸才养活 却被你偷走 你呀犯了如此大错 你如何赔偿 还请奶奶责罚 你要我如何赔偿 我都愿意 从今往后 我会走遍天涯海角 不惜代价寻找紫荆双生草 来救爷爷的 既然如此 从今天起 你去寻找紫荆双生草 你手上掌管的东唐门事宜 我会重新派人接管 你放心 等你回来 属于你的产业 我已全部归你 这个老妖婆 给飞儿下了个大法 东唐门要不是有唐青飞成 早就废了 他把手下产业交出来 东唐门也就到头了 多谢奶奶 明日我就出发 就算要我走遍天涯海角 我也一定要找到紫荆双生草 让爷爷醒过来的 你会陪我一起吗 不急 我先跟奶奶说两句话 他怎么知道 我对老太爷下的这种毒 您觉得我这个苦方 如何 这苦方的确能救老太爷 想不到啊 我唐门医毒 文明天下 十年难攻克的难题 竟然被你一下子解决了 我楚家世代行医 知道些苦方不足为奇 陈帅也是刊定了我们楚家这边 既然楚雨能让老太爷醒来 贝儿 你就不用再去寻找紫荆双生草了 多谢奶奶 既然古方有用 不知晚辈何复逃个水 这个臭小子 不仅威胁我 还在拿龙祖骨甲虎威 实在可恨 果然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 一副小家子气 还要逃赏 楚雨 你干嘛呀 奶奶意想如何 你要什么赏赐 我要替东唐门讨回东西药谷 这也太不要脸了吧 东西药谷是我西唐门的 此也诧异 东西药谷本来就是我们东唐门的 是被你们西唐门抢去了而已 谁让东唐门守不住 被人抢了也活该 东西药谷为唐门第一大药谷 事关重大 而且还涉及到东唐门 西唐门的债务之分 我也不好擅自做主 不论如何东西药谷必须归还东唐门 放肆 谁允许你这么跟奶奶说话 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 有龙祖罩着就可以药武扬威吗 唐宛柔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地方 退下 这样吧 东西药谷这些年都在西唐门手下 西唐门精心耕耘也费了不少功夫 东唐门想要东西药谷 那就按照唐门的规矩 比武斗法 三局两胜 胜利的一方拥有东西药谷 好 我代表东唐门答应此次比武斗法 既然如此 那就这么定了 至于怎么比 比什么 我要跟十大长老商量之后 然后再公布出来 好吧 既然菲尔都答应了 我也不好谈他多说什么 今日之事就到这里 散了 你当真让我刮目相看 那当然 这回知道我没有说大话 没有添乱吧 我之前也是担心你嘛 谁让你这么深藏不漏 竟然胆子这么大 敢要东西药谷 百年前 圣火教跟唐门中夺过东西药谷 既然圣火教有余孽在 定不会放过东西药谷 所以你想要东西药谷 引蛇出动 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 就看能不能抓到这个大蛇 我不过是凭着紫禁双生草 说出了唐老太给老太爷下的一个药 没想到还真是如此 唐老太的身份有问题 你在打什么雅明 对了飞儿 我怎么觉得唐老太 对你们东唐门意见很大 我爹是外事所生 并非奶奶轻生 自我记事起 我们东唐门一直不受奶奶待见 所以这次比武斗法 奶奶不会轻易让我们赢的 校主 关于比武斗法 总部那边来消息了 第一轮比武唐宋 第二轮敦道唐闻 第三轮银针刺血 唐舟总部那边问我们 东唐门派谁参赛 唐门三大绝顶高手 这些都是整个唐门 用家族资源堆出来的高手 让他们来比武斗法 要是输了我们东唐门会被瓜分 他们真是太可恶了 对了楚瑜 明天我们回去东唐门 带着爸妈司从 我们宣布脱离唐门 飞儿我们赢定了 你看我们东唐门这边 第一轮比武唐清飞 第二轮论道 楚瑜 第三轮银针刺血 还是楚瑜 你去回了总部 可是 按照他说的 你去回了总部 这是我练的丹药 可提升武道修为 助你突破成为大宗师 第一轮的比武不用担心 输了也无妨 三局两胜 后面两局我有把握 嗯 爸 妈 你们怎么来了 东唐门跟西唐门比武斗法 真夺东西药谷 我身为东唐门的门主 当然要到场了 嫂子 好样的 你要是能帮忙东唐门赢了这场比赛 我就勉强认你这个女婿 这不必信啊 那就是 事不宜的 看到那个小白脸没 就说 他就是唐晶飞的老公 唐晶飞这是被猪拱的呀 这小白脸看上去手无缚继之力 我一拳就能把他打趴去 唐晶飞不知道被多少猪拱过了 东唐门这些年入不敷出的 一直没人找 肯定是他睡出来的 老婆 不用理那些乱叫的狗 一会那些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就全部都会被打零 姐 我们西唐门打算在龙须沟 和三里地中间 选一个炼药厂 你觉着哪里合适呀 方宛柔 这就生气了 我也不怕告诉你 你们东唐门的总部 都已经在我们的规划范围内 打算建一个商业区 你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瓜分我东唐门了吗 是又怎么样 唐宋 唐文 唐周 唐门三大绝顶高手 你们惹得起谁 告诉你又何妨 你们东唐门的全部财产 我们已经做好了划分 并且达成了协议 谁说东唐门会输 小白脸 我还没找你算账 你倒是主动送上门 等东唐门倒了 我要你好看 现在就开始 第一轮比刀 唐经飞 为唐宋 好 飞儿能硬 我知道你用丹药 做飞儿突破了大宗师 但唐宋深不可测 据说 已经达到了八品宗师 飞儿跟他比 差距太大呀 是吧 你总是看别人 黄金飞 做我的女人 准备好了吗 你居然化龙了 你 承让 你卑鄙 你居然对我瞎托 是你记不如人 唐宋 受负一切 你输我 庞金飞 你好大的胆 竟然虚无万算 唐门善毒 他连什么时候被吓的毒都不知道 还不认输呢 你应该庆幸 飞儿已经对你手下留情了 不然现在的你早就已经中毒 暴毙而亡了 楚宇说的有道理 我认为 此局 唐经飞胜 第一轮比武 唐经飞胜 第二轮比武 银针刺血 楚宇 对唐周 第二轮不是论道吗 你们变成了一针刺血 无法 这是我们唐门的傀儡 他们身上的穴道 与真人无异 钢针刺入穴道后 可以用牵线控制 这一场比试 谁控制的傀儡多 谁就获胜 楚宇 这一轮我们认输 不比了 为何不负 这不是一般的傀儡 这是唐兵 不仅刀枪不入 体内还有无数机关 可杀人于无形 看来 刚刚那场比试我赢了 奶奶十分不满 想令唐兵杀死楚 他怎么这样 看来这老太婆是真想知我于死 你是真真正的 看来的 不是 他不会被人杀了 你谁能杀了 这个人杀了 你才能杀了 这个人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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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连手都不敢握了吗 听说你手上有套紫玉龙王针 如果我赢了 你把它给我 如果我输了 我自断一臂 从此以后再也不使银针 你觉得如何 你这垃圾 竟然敢基于我紫玉龙王针 做你的春秋大梦 这想不来说什么大话 连台上的唐冰都去世不了 还想要杭州手上的紫玉龙王针 唐清飞哪找了个这么损的老婆 简直给我唐门丢脸 要比就比 不能比就滚蛋 不要站在那里丢人现意 飞月 给我放一首花儿子 如何 不如何 楚宇小心 唐门暗器客星天罗伞 他怎么会有 是我借给他的 楚宇为不可多得的人才 竟然是唐门的内部比斗 我想唐老太 不会想他出什么人命吗 陈帅所言极是啊 不是我夸大其词 就算你有这个心意 你也杀不了他 楚宇 在比赛之前 竟然敢找我借天罗伞 就说明他早就预测到 这场比赛危险重重 他身为龙孝 岂是泛泛之辈 你们只不过 他小看他 楚宇也算是我们半个唐门人 怎么会害他 这些傀儡 只是一些普通的傀儡 是唐州煽动唐兵 事后回去 我会重重处罚他 最好如此 不过我丑话说到前头 楚宇是我龙祖战略选人 他入的唐门有个三场两种 我想 唐门也不必存在 陈帅放心 我不敢的 你若是不想被这四个傀儡的 暴雨梨花针射成筛子 就交出紫玉龙王针 你敢 要么你试试看 楚宇你干什么 赶紧放人 我好像不太熟悉 这傀儡的操控之术 要是之前像唐州那样 触碰了什么机关 出了意外 我可保证不了 还请见恋 这边是紫玉龙王针 你放过我 紫玉 出语上 太好了 我东堂门已经连车了两场 这剩下的第三场 无需再比了吧 五四比五斗法 东堂门胜 那么东西药谷从今日起 是不是就归东堂门所管 是 这是药谷大门的钥匙 谢谢奶奶 紫玉拿到了东西药谷 不相安无事了 生药薛不提即将结果 胡中原没有薛不提 把你消息放出去 全部就等死吧 到底是谁 把薛不提 在东西药谷的消息 放出去呢 薛不提 百年前圣伙教维公堂门 争夺东西药谷 莫非是为了薛不提 是啊 传说薛不提 可以练着仙丹 得到飞升 如今将无各大事理 都对薛不提 苦实淡淡 可我们刚拿回东西药谷 难不成 要还回去给左顾庇佑 现在给回去唐老太爷 不一定愿意接受了 他巴不得他们全去 他怎么能这么狠心啊 就因为我不知道轻生的吗 不单单人词 我妈还硬 我猜到了他的无会好好爱你 初遇 我有事要回龙东 无法继续留在鼠中帮你 现在东堂门事先危急 你可找玉蛟龙帮忙 干什么的 我来找玉蛟龙 放肆 龙帅的名讳 只是你能称呼的 这里是北梁军营重地 请他容你散闯 滚 你对我做了什么 你他妈疯了 敢在这里打我 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狼家李杨辉的副官 你区区一个副官 你装什么逼啊 就算李杨辉亲自来了 我也赏他一个二国 谁那么贤命长啊 敢在这里大呼小叫 狼将 你来了 刚刚就是这小子 要拿大嘴巴冲你 敢在北梁军营闹事 你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吗 就是 现在李狼将在死 你当着他的命 再打我一下试试 我 你他妈找死 你最好给我一个 合理的解释 否则 我今天弄死你 你自己扇自己 十个二国 这事就算了 好大的口 东唐门现在就是块大肥肉 谁都想上去咬一口 唐经飞自顾不暇 你不会天真的以为 他会来解救你吧 小白俩 敢在我面前捉 等玉交龙来了 你就知道谁在捉 龙上的名号 也是你能直呼的吗 你最好去到龙上校 否则我不亲自给你接 唐经飞就是 喂 陈帅 麻烦你把玉交龙的电话给我 我在北梁军营 我有事找 小时一桌 我让他去找你 你连龙帅的联系方式都没 还敢在我这里装模作样 别说我没给你机会 十分钟 如果龙帅不出现 那么我就让你消失 看在你这么好心的份上 我也给你只条命了 你带着你的人滚 我就放过 我看你能嘴上到什么时候 十分钟到 给我打 打死了 算我的 我看谁敢 龙帅 您来了 怎么回事 出于擅长军营 还打了我副官 我正准备军阀处置呢 你来得正好 我正要找你 我来找你 陈帅应该跟你说过了吧 你的兵一言不合就要打 我还扬扬要弄死 你 我不过是正当防卫 还手罢了 龙帅 是他先慎闯军营 然后对您不敬 我的副官制止呢 想赶他出去 他就动手打人 我自己的兵 我清楚什么样子 给他俩道歉 道歉 你的兵不分青红皂白 就打我 你就这么放松 你的手里下的兵 放死 你是在指责我 遇下不言吗 不然呢 这小子居然身藏不露 能扛住我释放的 很厚真气 你们先回去 找军医智商 这小班长死到临头 龙帅绝对不会放过他 走 你有点实力 难怪陈国安如此看重 说吧 找我何事 东堂门要夺回东西药谷的事情 你应该知道 血菩提是武道中人 梦寐以求的圣药 江湖中人都在蠢蠢欲动 东堂门如今犹如质子报经 自身难保 况且南十三省地下之皇 朱天佑已经放话 血菩提他势在必 如果能对付朱天佑 是不是就能保住东堂门 可以这么说 如果东堂门连朱天佑都可以应对 其他组织更不在话下 除非他们联手 算了 我还是不冒这个险 其实我今天主要找你来 是想请你派北梁军 守护东西药谷 不可能 我手里的北梁军 是用来守护龙国 守护万千子民 不是用来寻思 若东西药谷归龙组所有 成了龙国的国有之物 北梁军是不是要守护 他们可愿意 当然愿意 否则我怎么会跟你开这个口 难怪城官打电话叮嘱 让我帮你 看来你是答应的 你要干什么 别动 你胸口有样的原因 是中了弑心骨 弑心骨 这骨不发作时 便是五道生药 能助你修为大成 一旦发作你就会失去意识 拼命于下谷之人 原来如此 北梁军是龙都烟家床立 想通过这种方式控制吗 可笑 看来你已经知道 是神明一下的 此事 是我欠你的人情 东旁门子子好奇之后 我替你罢了 不过我有些药材 这东西要不利用 我需要准备 多谢 来 李公子 今天我们一家请你吃饭 主要是想感谢你 派北梁军来守护东西药谷 北梁军居然会去守护东西药谷 菲儿 我对你的心意 从来都没有变过 东堂没有难 我绝不会袖手旁观 还是李公子厉害啊 虽然你在比武斗法中赢了一场 做了点贡献 但现在遇到大麻烦 还是什么忙都帮不了 李明辉你还要不要脸 明明是我让玉交龙派北梁军去守护东西药谷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解决的 你都把龙帅给气走了 楚雨 或是你惹出来的 幸好我追上去跟龙帅道歉 不然你以为 龙帅怎么会把兵派过来 楚雨 你怎么能把不属于自己的功劳往身上来 承认李公子比你优秀很难吗 你别说了 不就是帮东堂们赢了一场比武斗法吗 瞧把你能耐的 好了 龙帅不是一般人 就算陈帅出面 龙帅也不见得愿意派兵 不管怎么样 多谢李公子调兵前来相助 姐夫 我无脑沾你 还愣着干嘛呢 东堂门都危在旦夕了 还不赶紧给李公子道谢 少了你这么个没用的女婿 真是早了八辈子没 让我给她道谢 特不配 楚雨 你太过疯了 贝尔 算 我不会跟她一般见识 楚雨 你要这么不懂事的话 就先回去吧 行 你们先吃 我先走 楚雨 告诉我神带小子 是不是那天在你的饭店 得罪我那个 你是说 楚雨 得罪了你 胆子倒不小 我就会问她 爸爸算了 那个龙帅的面子 咱还得给爸 那小子不知道为什么 受到龙帅的情难 现在东西药谷 有北梁军守着 多半也是龙帅帮忙 六皇 我看 你还是忍下这口气的 现在江湖上 谁不知道 我朱天佑 要东西药谷的血浮体 玉交龙 他扶了我的面子 我的脸往哪里割呀 老子见机 就给楚雨一个教训 你敲打敲打他 玉交龙 大家看看 这是谁 敢对我儿子不敬 就是他 龙帅的面子 我是要给 我来这儿 就是简单的警告一下 你 给自己三个耳光 跪地下 给我儿子磕头道歉 我会一笔勾销 楚雨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 是南十三省 地下之皇 朱天佑 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 按照幼皇的话去做 否则 你吃不了 兜着兜 如果能对付朱天佑 是否就能保住东堂们 可以这么说 如果东堂们 连朱天佑都能对付 其他江湖组织 更不可以放下 真是踏破铁鞋 无秘处理 我没去找你 你倒自己 送上门来了 你居然敢跟我爸 这么说话 你以为你自己 什么东西 我爸已经 狠给你面子了 你还出言不许 你现在 立马跪下 磕三个想跑 我们还能 给你一条活路 杨阳要东西药谷 血不提的就是你啊 是我 只要你双手 奉上血不提 我会给你一条活路 唐宛柔 你怎么会跟 这种人在一起呢 跟万人一块联系着 怎么踏平东西药谷啊 你稍把屎盆子 往我头上扣 跟幼皇合作的目的 就是让总部之 东堂们是 故不利之罪 借机收回东西药谷 幼皇 他没什么别的本事 就是会说大话 我看出来 小子 赶紧给我跪地下 磕头赔礼道歉 我放你一条活路 让我跪下赔礼道歉 你算什么东西 你好大的胆子 你平时对我出言不许就算了 我看在唐经飞面子上 不跟你多多计较 现在 你居然在幼皇面前 大放厥词 你以为你有龙帅照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我告诉你 我爸爸呀 龙帅他来了 也不好使 康宛容 你以为你和朱天佑勾搭上了 就能拿东堂们怎么样吗 区区难是三省地下之火 我要这个位置 你也得给我老老实实地让出来 找死 你今天要是能活着出去 我朱天佑就跟你一起 去死吧 你这个小白脸 人间死吧 小别三 你到底跟我做了什么 给你点教训而已啊 抱他一斤伞 上口毒药 书业 你对我爸做什么 我 毒已经顺着血烟一楼而上 不出两分钟就会达到你的心脏 到时候就算大罗金仙来了也无计于事 抱他一斤伞 你应该听说过 上股毒药 是又怎么样 我就不信 你能解了这上股毒药 你虽然狼子也信 想杀了又狂 我当然能解 你要不信我就能死 救我 赶紧救我 很简单嘛 你召告天下 跟北梁军一样守护东西药 谁敢来犯 杀神 我答应你 我都答应你 我可是 你不就是想要 南十三神地下之皇的位置吗 我都给你 赶紧救我 臭小子 等你给我捡了毒 我要你的命 你 爸 你怎么能跟小白脸不软呢 哎 你看你现在足矣解了 沈小三杀了他 小小子 刚才老子一时不喘 挣了你的招 你给我死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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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体内的真心运转出去 有问题 臭小子 你到底做了什么 哦 忘了告诉你 瓷瓶上有石相散 无色无味 争气越强的人 毒素越重 你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要干什么 想杀我 你等我再试试 哎 楚先生 我刚刚只是跟您开了一个玩笑 您大人有大量 把解药给我吧 这小白脸下毒的手段 居然比他们还防不上吧 刚才你不是还要我跟你儿子道歉吗 还不跪下给楚先生道歉 爸 你这样让我 这 这 这小白脸道歉 蠢货 楚先生又想杀人 我们能躲得过吗 还下毒无形 看来你少教训 你儿子还没有 我 楚先生 我在这给您道歉了 您大人大量 别够了 上坎这让自己儿子给道歉 还真是头一回见 你真是个好夫妻 楚先生 实际咋能解药 是不是给我呀 解药在这儿 嗯 怎么 不敢拿 楚先生 你放过我们吧 我以后都听你的 你说了算 我要男时三省地下是黄的位置 你别跟他吞进尺 这男时三省地下是黄的位置 你敢要 楚先生 我退位让给您 从今往后 我辅助你 算你失去 这是实际咋的解药 不过里面还有另外一种 我每个月会给你解读一次 怕了你也可以选择 最后真气散去 轮为 嗯 参见楚皇 我以后为你马首是瞻 赴汤蹈火 在所不息 楚宇居然收服了朱天佑 他可是八品大宗师啊 爸 你怎么能给这个小白脸敷软呢 我不敷 楚先生 您不要监管 我这孩子被我瞅患 在这里我想他 带他赔礼道歉 楚宇 在哪儿 我刚得到消息 有人想找东西药 菲儿赶过去了 放心 你赶紧过去看看 我有吃药去找东西药 你带人跟上 站住 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是唐金飞 这是东唐门的东西药谷 难道我进去还要受限 不好意思 东西药谷受限 任何人不得私自进入 你手下的兵怎么回事 我是狼将李杨辉 请放心 我们只听令御龙算 你不是说是你调兵过来的吗 这两人身份可疑 给我防起来是重 任何人上场东西药谷 就是这个下场 慢着 这是我的证件 我真的是狼将李杨辉 也是龙算的手下 我们御龙卫 只听令御龙算一人 不受北梁局管辖 你是北梁狼将 也不行 李杨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手下连你都不认识 这里一定有什么误会 你听我跟你讲 现在此令如见御骄龙 参见龙帅 以后先让他放行 是 你带我一起走啊 我还在这儿绑着呢 真的是你找龙帅帮忙的 现在你相信我了吧 抱歉 只不过到底是怎么回事 明明龙帅被你气走了 我跟龙帅承诺过 东西药谷属于龙祖 回龙谷 他们有使用权 这他才答应来帮我们 我这边倒是没有什么意义 只不过总部那边会答应你 如果东堂门一统堂门呢 你在说什么 东堂门现在都尼泊萨过疆 自身难保了 哪有能力一统堂门 菲亚 你放心 现在都是到北梁军 镇守东西药谷 江湖组织的人都不敢擅闯 却偏偏有人不怕死 也只有圣火教的人 敢如此等大忘泪 雪不提 那人手中是雪不提 梦中捉鱼 你果然不 我等着一刻捕好久 来了 唐老太 你说那黑衣人是奶奶 这怎么可能 没什么不可能 百年前 神火教同堂门争夺东西药谷 为的就是这血菩提 百年后 血菩提重新结果 神火教又怎会错过这次机会 你没事吧 不爱 唐老太 我劝你束手就擒 这东西药谷早已是天罗地网 进来了就别想出去 江湖中人谁不想得到血菩提 你们这群废物 没能拦得住我夺取血菩提 所以催到灭亡百年的圣火教身上 很快你就会承认自己的身份 小白脸 就你废话多 拿命来 出去小心 快闪开 我为什么动不了了 我早就已经提前在血菩提上下了毒药 不然你哪有机会那么接近 血菩提啊 那些御龙味都是吃醋的 是他们故意放水 才让你有机会接近血菩提 真的是你 是我又如何 今天你们谁也别想活着离开东西药谷 莫非你还留有后手 当然 你以为找了北梁军守东西药谷 就万无一失了吗 你身体里的视心谷也快发作 到时候你受制于我 北梁军只会听我指挥 是你给我下的谷 你是燕家人 告诉你也无妨 我乃圣火教圣女 当初被燕家人所救 后卫报答救命之恩 将圣火教的视心谷献了出去 没想到会在你身上遇见 天助我爷 圣火教圣女 那我爷爷昏迷这数十年 也是你所为 你找的这个小白脸 不是早就猜到了 怎么 他没告诉你 我只是怀疑 但没有证损 他给爷爷下毒的最重要的一位配方 就是紫荆双生 即使爷爷醒了 也会对他唯命是否 如此一来 他便能控制整个堂门 看来他是想借助堂门 复兴圣火教 被你看破又如何 现在我控制了羽蛟龙 都一样 主人 你们的死期到了 让他们的所有人都死 让你的人不要阻拦 你确定朱天佑会帮你 你的死期到了 还敢嘴硬 残奸出皇 怎么可能 我来之前 收服了朱天佑 他让魏瑜 我厨语 才是男时三省 地下之皇 巨蛟龙 让你的人杀了他 薰薰是心鬼而已 不可能 是心鬼是圣火教的秘法 你怎么会驱蛟 来人哪 我得带出去 是 东唐门的危机 楚语竟然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圣火教圣女唐老太 求我龙祖收监 留在唐门的圣火教语残余 我会依次拔除 恶有违抗着 立即斩杀 唐老太怎么可能是圣女 分明就是龙祖 为了控制他们编出来的理由 放 你们想造反吗 父亲 爷爷 爷爷 称帅所言 皆是事实 关明十来年 皆是糟蹋独手 从今往后 唐彩鹅 逐出家门 不能醒来 多亏出狱 爷爷过奖了 不过是举手之劳 我昏迷十年醒来 如今他们已是四分无恋 如今我年事已高 先决定传位于唐情妃 由楚语辅佐妃啊 密通唐门 爷爷 楚语并非唐门中人 凭什么由他辅佐 凭他是龙祖的龙孝 凭他是我玉交龙的救命恩人 你这是我凤凰银行的大暴力 凭他是男十三属的地下之皇 好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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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